好,應該選不選最爛的選項好了 把點數降到最低,來回收5號結局 對阿對阿,他應該就是用點數算的啦 那OK,那我知道第二輪我要怎麼拿了 對啊,也不是好點數,但壞點數就是一種點數啦 你就想成是加或減就好了 你就把它想成是加或減就可以了 有阿,那個深夜不是等一下就會跑了 深夜不用,深夜不是下午,要翹班等一下就會跑了 他可能已經在跑了,搞不好 對阿,就加分減分而已阿 對阿,就跟講他已經在跑了 嗯,剛剛前面還有比較可怕 現在沒有啦,因為現在就已經在回收結局 所以我都知道哪裡比較恐怖了 已經無感了,現在比較無感了 是喔 好,到處看看吧 我現在是要全衝壞點數啦 然後我全衝完壞點數之後 我等一下再全衝一個 我覺得是好的點數 然後 然後好的點數看能不能一次直接回收1號跟2號 因為我3、4號拿到了嘛 那如果這次沒有意外的話 全部壞點數應該是可以拿5號 5號結局 5號結局 欸剛剛說多少,0、3、1、4嗎 女武神沒有,女武神沒有全破 沒有那麼快 哪那麼快,女武神全破 這邊嘛 對啊,好像真的是1號都是壞點數 2號都是好點數 應該沒有錯 應該是這樣 女武神應該不用那麼久 因為我已經其實差不多都破 破的差不多了 算一結局喔 等我差不多再來破了 你沒有提到十四的痛 我覺得我還蠻有可能是永遠雙利結局之後都不會跑 我覺得還蠻有可能會被我永久放置的可能性還蠻高的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有另外一個叫幽靈啦 我還改到十四比較順啦 反正他也叫十四了 喔,沒力了 喔,幹 死掉了 還好我有存檔 對啊,十四才是他原本暱稱啊 所以我改叫他叫十四 都可以啊 對啊,都可以啊 這其實沒什麼差的啊 對啊,我是看你啦 我覺得他贏十四應該本身也不會贏 你有特別想要叫哪一個嗎? 你有特別想要我叫你幽靈還是叫十四嗎? 剛剛那個,不用啊 剛剛那個就bad end而已啊 剛剛那沒什麼好貼的啊 幽靈十四喔 欸,米娜五安 對啊,又有很多很多會重複啊 又有很多很多ID其實會重複 Mewtwo五安 阿米娜我叫你米娜就可以了嗎? 還是你要米娜 阿,你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特別特別一些想要叫 叫的方式 因為如果大部分ID 我就直接叫前面的字就好了 欸,Cover913五安 米娜 米,米娜 米,咪咪 米娜 好,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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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洞三 PUU沒有吧 搞不好有 我也不知道耶 可能有 Maybe 貴人叫PP 呵呵呵 怪我嘍 只要你要自己叫SSID 等下你要叫PPID 有啊有銅像啊 怎麼啊那個銅像有什麼問題嗎 那銅像我有調查過啊 沒什麼反應啊 打錯了沒辦法啊 你就跟那個Black Angel一樣啊 打成Black Angle啊 還是一樣而已啊 我還沒在打雷耶 難道要下雨了嗎 你說銅...銅像有選項 HELLO UNGAR 銅像有選項真的假的 我看一下 未知變五隻 還是差蠻多的捏 看一下 主要這走好慢喔 中間喔 欸真的有欸 聖母像 あの娘娘離開 欸真的有欸 不會把那個女兒交給你的 娘誰誰誰 難道說 一定是這樣的 這個算是在回收結局啦 耶哈里 女兒在這個家裡嘛 欸真的這裡有個選項 好 大家又多一個點數要拿 好 很麻煩 幹卡鍵了 卡鍵了 Goth Oh No 卡鍵了 卡鍵了 暗數之劍喔 有用嗎 一樣啊 欸好了 欸聰明欸 Bina你超強 Mina你超強 好了好了 欸你好...你真的好強喔 謝謝你Bina 太感激了 在這邊存就好了 我常常卡 我這WoofRPG跟RPGMAKER超容易卡件的不知道為什麼 看這樣能不能回收第五個結局 這樣我覺得應該是結局五啦 如果這樣都選最爛的 理論上是結局五 啊真的 問號驚嘆號驚嘆號 太好了 沒事啊 我來了 沒事吧 有沒有受傷呢 沒事的爸爸 看起來沒什麼事呢 太好了呢 啊爸爸我有事要拜託你了 啊那什麼什麼呢 啊 我為了我去死嗎 可以為了我去死嗎 對啊就是受傷啊 不是怪我囉 不是啦這怪我啦 怪我不是啦就是有沒有受傷啦 不是怪我啦靠腰欸 那女兒走過來說 爸爸你現在怪我囉 啊這個END5不意外所以我想的沒錯啊 爸爸 怪我囉 所以剛剛無法回報的夢你們怎麼看那麼快啊 你們眼睛超強 然後我現在來回收 好現在來來回收全部 現在來回收一二一跟二結局 回收的後三 後三個三四五都收好了 現在要拿一二 現在要拿一跟二 我已經知道這個遊戲怎麼選了 這個遊戲基本上選項就是 第一個第一個是扣分 第二個是加分 就是他只要有那種用工具的選項 第一個就是錯的 第二個就是對的 就是第二個比較好 第一個比較爛 就是這樣子 我有發現了 很簡單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想那麼多 根本不需要想那麼多 他的選項就是一壞二好 就這樣子 對呀 Libo你講Libo610你講沒錯 不過我剛剛發現 你的你的你的那一句 如果差一個字 意義就會差很多就是了 當我沒講 三跟四喔 三是四是四是送到精神病院 四是在醫院裡面然後跳樓 然後三次回到家看到有一個雙胞胎蘿莉 對 三次回到家裡發現有一個雙胞胎蘿莉 我說什麼啦 我什麼都沒有說 你們之前真的很奇怪 怪我囉 要模仿剛剛泳裝的 怪我囉 現在要收二跟一對 二跟一應該就會知道這故事怎麼一回事了啦 我覺得應該要打出二跟一才會知道 沒有雙胞胎裸體啦 你以為是愛莉跟真理奈喔 有兩個地方要選一真的假的 哪裡啊 好那你直接告訴我哪裡要選一好了 拜託你啦 Gustle4 喔我已經累了 你告訴我吧 告訴我哪兩個地方要選一吧 喔外面雷聲好大喔 沒有沒有 三不是精神市場 四才是精神市場 四才是精神市場 三是 三是做夢 四才是精神市場 裡面還沒有 欸 你們聽到打雷 真的假的 你們聽到打雷 還是你們那邊也打雷 對啊 所以木箱的鐵錘敲是1啊 所以我說1是壞 2是好啊 不是嗎 欸 等一下 這個蘋果 這個花該不會也有 也有兩種 喔不是 花是直接拿的 花不是用刀切的 我們這邊也打雷啦 剛剛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到打雷 然後要去餵那個 你在曬太陽很好啊 對啊 拜王你躲 你要在家裡吧 你想去我住的地方喔 我住的地方沒什麼好欸 你的都超無聊欸 你就為了看貓來我住的地方 有必要拿他們辛苦嗎 好 問題 問題現在是這個 我現在的問題是這一個 我現在就不知道這個 這個X到底應該用新的還是舊的 理論上應該是用新的啦 好啦 我就相信我自己了 相信 相信著我的那個自己 欸 這樣超好賺欸 賺翻了 呵呵呵呵呵呵 啊 我就不用工作 每天在家幫貓咪拍寫生集就好了 香港很熱喔 嗨啊 喔 欸 還不行 為什麼 欸 為什麼我還不能不能解那個 是這個嗎 這個還沒看見一下 這個吧 不能幹嘛 不然你想幹嘛 你以為他可以當那個 你以為他可以上你上戰場用 用火箭炮嗎 呵呵呵呵 不然你 你買那個東西就是要做RPG 要不然你還要幹嘛 幹 你這就好像 你這就好像買了一條那個 法國麵包回來之後 說我除了吃可以幹嘛 好啦 法國麵包還可以拿來打 打貓啦 對啊 法國麵包是蠻好用的 好 我剛剛那個舉例不好 好 我剛剛那個舉例不好 什麼叫為什麼要特地買VX 我真的不懂你的問題 可是你不買VX你就不能做啊 好 糟糕 這個要選哪一個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選一還二欸 這個有點麻煩 有啊 可是 可是越後面功能越好啊 你當然會想用功能新一點的啊 你當然會 你當然會想用功能新一點的啊 你當然會想用功能新一點的啊 那好像我剛剛選對了嘛 我剛剛是選第二個 我記得就是這個 對啊 我剛剛應該是選對了吧 我剛剛應該選對沒錯 我 這個門的判定真的是有時候會想殺人的 有筒的信看過啦 那個我 那個我還沒進房子就看過啦 那個我還沒進房子我就看過啦 欸酷喔 對 要不能咬手指甲 可以咬腳指甲 這比較辛苦一點 難度比較高 有筒的信我一開一場就看過了 喔 好遠喔 好累喔 好煩喔 這有點結局回收好煩喔 我覺得做成像有愛那樣不是很好嗎 你破關一次就可以全回收超棒的 對啊對啊所以我想的都沒錯 就是都是二號選項加一沒錯啊 所以確實 所以確實我剛講的沒有錯 就是二號選項比較好 欸 我還沒有觸發這個嗎 欸 我還沒有觸發到那個嗎 Fuck No 好煩欸 喔 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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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測一下電燈才行 欸 B99 B0 10 7 2 5 安 欸 我有直接打可不可以啊 我可不可以直接打啊 我可不可以直接打啊 好像可以但是我覺得還是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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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照規律回收一下好了 發呃에요 打砸 啊 吃尿 最後一寸 為什麼是十四以上四五以下的狩獵者 一歲喔一歲我已經跟蘿莉控沒什麼關係了吧 麻油雞我有耶 我有麻油雞泡麵喔 等一下可以煮來吃 Good job 我只是想要看結局而已 說真的我覺得這種恐怖遊戲其實玩到後面你真的只是想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每次玩到這種回收的時候 你就真的只是在想說為什麼會這樣子 類似這樣而已 所以我就覺得像有愛做的那樣子就很好 像有愛那樣子你回收結局就很方便 根本不用想那麼多 對阿所以之前拜王玩的那幾個都很怒阿 拜王最近玩了幾個莫名其妙的遊戲 先是那個紅色琴弦 然後紅色琴弦完了之後就 紅色琴弦完了之後還有莫名其妙的那個 dead option喔 然後再一個莫名其妙的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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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二周目比較好啦 可是 我現在要幹嘛 喔我要開這個 Dead很莫名其妙阿 看來我覺得而且那沒有BGM超悶的 那個Dead optional沒有BGM超悶的 然後每次你死掉回到標題他還要 Dead optional 然後那個四個字還要慢慢出來 他還不能直接跳出來 還要Dead optional 超機車的 我看到那我就快發瘋了 我就想殺人了 不過我往那邊我應該已經把電腦關了 不是阿本身節奏就已經很慢了 裡面節奏就已經很慢了 然後每次死掉回標題 然後還有Dead optional Load the game Fuck 不用看阿我看蟲我都快睡著了 對啊要看9分 而且那遊戲死亡率又很高 重點是那遊戲死亡率又很高 而且他說是B級恐怖片風格 我覺得也不夠B級阿 血腥也不夠多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比較爛的潛龍蝶影阿 然後拜王一定想說 早知道就叫我玩Dead optional 然後拜王來玩兔兔還比較開心一點 對不對阿我沒說錯阿 拜王早知道我就玩兔兔了 好 那個I.O.也很莫名其妙阿 我覺得I.O.也蠻莫名其妙的 喔他怪物有殘留一隻是不是 對啊對啊對啊就是最後留個伏筆阿 比如有一顆蛋阿然後也有一顆什麼之類的 是啊就只能踩地雷 沒有沒有沒有看畫風 通常來講你只要看到他的預告片裡面有一個美少女利惠 然後那個利惠不是大眾臉是那個畫師自己畫的 然後那美少女還蠻可愛的 通常這個遊戲就不會很地雷 依照我目前玩的經驗來看 就是你只要看到那個利惠上面有個美少女基本上都不會太爛 我發現了 這是我的判別法 叫做美少女判別法 叫做美少女判別法 我目前挑的幾個有美少女都不錯阿 你看我現在玩那幾個遊戲裡面有美少女都不錯阿 你看怪異症候群狂復 然後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什麼阿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就是有那種利惠型的都不錯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我玩到現在的感覺啦 這遊戲裡面有美少女喔 沒有喔 你看IB也有美少女阿 對啊 拜王如果畫個美少女的利惠也就很棒啦 欸鑰匙在哪裡 不是在這裡嗎 一屆怪異路那不是美少女阿 不是一屆怪異路阿 那個阿黑的勒斯阿 黑的勒斯阿 球體阿 女主角是黑長直阿 然後赤之魔女也很可愛阿 不是嗎 沒有蘿莉喔 有沒有姊姊 有姊姊也可以啦 沒有蘿莉有個姊姊也可以啦 姊姊更好 其實一屆怪異路還ok阿 只是他只是畫風不好看而已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欸話說回來拜王你 那時候玩那個 玩那個赤之魔女那一部 你可以破到結局我還蠻佩服你的 我那時候以為 以為你二周目赤之魔女 你怎麼不打開 你怎麼會變成的